几个不可仿的现象 氧化凸起不可仿 我讲的氧化凸起 可能和大家理解的这种氧化凸起不一样 我讲的这个氧化凸起呢 是基于平面以上 拥有硬力作用 隆起入表的 称为氧化凸起 或者称为橘皮纹 这个说法不一 在这呢 就沿用我的一个说法 叫氧化凸起 大家常常理解的那种氧化凸起 就是坑坑洼洼的 它是基于平面以下 这样的起伏 这种呢 是很容易酸咬 抛光 很容易仿造的 而真正的氧化凸起 平面以上 有硬力作用隆起的现象 是人为仿不了的 当然氧化凸起的同时 它还会有其他入土特征 和夹工工艺 综合判断 就是说 你碰到这种 基于平面以上隆起的玉器 你就可以几乎 判定这件东西 一定是入过土的 稳妥起见呢 再和其他的特征和公共产 综合判断 对 对 对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